為了一杯飲料對佈公堂 這名家長指控小孩到飲料店 要買95元的蛋蜜汁 但是老闆卻收了150塊 還說這是隱藏款的 質疑根本是強迫推銷嗎 那當下小孩反應說要退錢 老闆竟然還標罵不雅字眼 讓家長非常生氣 對此店家也出面回應 說自己沒有做錯 將會提告妨害名譽以及誹謗罪 打入雞蛋加入冰塊果糖搖均勻 這杯酸酸甜甜的蛋蜜汁 是店家推出的獨門特色商品 人家道卻引發消費爭議 有民眾發文指控自己的小孩高中學生 到店裡點了一杯蛋蜜汁 老闆收費150元 小朋友付錢後發現金額不對 向店家反應 被回說這是隱藏版更好喝 質疑根本是強迫推銷 後續要求退款老闆近海口出惡言 小孩子一時間也沒有反過來 但是後續有跟他講 然後他就是用這些方式 一直去希望小孩 沒有罵我小孩髒話 他就在那邊說他沒有 也不承認他有些事情 然後要我去跟他理論 我不知道我要去跟他理論什麼 秀愛台北市老闆獨自創業做生意 菜單不少特調茶飲 當時學生點的是95元的蛋蜜汁 屬於熱門商品 疑似點飲料過程和老闆認知上有誤解 雙方到的不愉快 而老闆強調一開始就有先解釋價格 其實過去老闆 雙方家長也決定要提誣告 只好對付公堂 讓司法釐清真相 這段報道